有一部电视剧大家很熟悉 名叫《亮剑》 剧中的一个主人公大家也很熟悉 名叫李云龙 要说李云龙性格上有什么特点 那就是敢于亮剑 迎男儿上 善于反向思维解决问题 而且有种老子天下第一的镜头 很多人比较喜欢李云龙这个人物 认为这才是解放军的代表 只有这样的军人才是战无不胜的 电视剧毕竟是艺术作品 有艺术虚构的成分在内 话说回来 老子天下第一那种傲慢 是好事还是坏事 要是靠这个就能打天下 那人民解放军还是人民解放军吗 我们来看一段先为人知的历史 看看到底什么叫解放军吧 1948年10月5日至24日 陈毅素育指挥的华东野 战军前委在山东区部举行扩大会议 由华东局书记饶术时主持会议 会议主题是传达中央 9月会议 精神 整顿军队 加强纪律教育 在淮海战场风云激荡 比我双方即将展开战略决战的前夕 华东野战军专门照 即是以上百余名高级干部专门开会进行整军 加强纪律教育 其必要性何在呢 这就不能不提到华 东野战军中存在的无纪律现象 军阀主义 本位主义等消极因素了 前几个月华野部队连续作战 取得了开封战役 律东战役 山东反攻 济南战役等一系列辉煌胜利 军委来电表示对华野作战 特别满意 但对部队中的一些消极现象和骄傲自满情绪提出批评 此后通过屈服会议上发扬民主 畅所预言反映上来的情况 发现了很多必须语 以重视解决的问题 如叶飞任司令员的华野第一纵队 资格老 战机最好 但骄傲自满问题严重 一次陈毅 素玉成吉普车道前方去 路上遇到一纵一步正在行军 司机一个计案喇叭 但该部就是不让路 陈毅下车问对方是哪个部队的 结果一个排长牛哄哄地说 老子是天下第一团的 即第一纵队第一师第一团 陈老总一听这气不打一处来 两手插腰大声吼道 你是天下第一团 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团的团长 这件事影响很大 甚至40年后国内筹拍历史剧片 《大决战》时 还把这个片段移花 揭幕写到剧本第一稿中 只是对话双方换成 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和下面一个连长 如滕海清任司令员的第二纵队 红军底子后 但整体战斗力在华野中排二流 长达阻击战 吃不着肉总啃骨头 为此部队上上下下都有意见 牢骚声冲天 情绪消极 如孙继先任司令员的第三纵队 八路军山东军区第八师出身 善打攻坚 战斗力强 关键时刻出彩 陈毅很喜欢这支部队 因此第八师又被誉为 陈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 时间长了三纵就产 生了骄傲自满情绪 时常百老资格 战场纪律也越来越差 横冲直撞 看不起兄弟部队 影响很快 如陈永任司令员的第四纵队 是红军部队出身 新四军时期为素总 麾下嫡系 能打善战 四纵的领导班子不太团结 个别领导喜欢说了算 纵队制定的制度也过于苛刻 引起很多指战员不满 如王毕承认司令员的第六纵队 有红军笛子 在新四军时期也是素总的嫡系部队 用得顺手 屡剑战功 六纵的问题是本位主义较严重 在御东战役后 过黄河时因敌情紧张 竟然丢掉了六千支枪 结果被追究责任 如宋时轮任司令员的第十纵队 华野中擅长打阻击战的专业护 连敌人都称赞 该纵队的问题主要 集中在司令员宋时轮身上 领导作风比较粗暴 喜欢一言堂 还对上抗命 结果被拎出来点名批评 都是解放军的部队 上面出现的问题还不够触目惊心吗 解放军不是一天练成的 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教育 战斗魔力 作风培养 使命召唤 不断学习 只有坚持才能打造 粗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 屈赴会议取得了很大成绩 与会干部充分发扬民主 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以问题为导向 努力加以整改 统一思想认识 提高政策水平 为即将到来的淮海 战役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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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